在太阳系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太阳系 当然这个太阳系是导演好的 它就是被誉为众神之王的太阳系行星老大哥 美丽而神秘的木星了 它是太阳系中迄今发现的天然卫星数量第二多的行星 目前已经有80颗了 所以其自身就近似于一个迷你版的太阳系 于是从很早开始人们就对木星充满了好奇 它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 它是否有形成生命的可能呢 好奇心就驱动人们发起了一场又一场惊险的木星系探索之旅 相继发射了先驱者号 旅行者号 伽利略号 猪诺号 等多个探测器 然而木星虽然表面风平浪静 是则暗潮汹涌 不管是可以蒸发一切的高温 还是比地球强数十倍的磁场 于大范围的辐射带 亦或是布满火山的卫星 木尾伊持续释放的有毒气体 都为探测器的探索之旅带来了致命的危险 这里也似乎成了生命的禁地 然而 科学家却在木星的卫星木尾伊尔的表面冰层之下 发现了一片广袤的液态海洋 其储水量比地球海洋的综合还要多 同时 木星强大的引力所产生的潮汐摩擦效应 可以加热木尾伊尔 使其内部保持适当的温度 并具有一定的地质活跃性 科学家于是就对木尾伊尔上 可能存在生命充满了期待 NASA正在紧锣密鼓研发的木尾伊尔 卫星轨道基项目 木尾伊尔快船 计划最快于2020年发射前往木尾伊尔 它将对这里的移居性 及生命所需要的三大条件 液态水 化学组成和能源进行调查 并帮助选择未来木尾伊尔着陆器的着陆点 同时 NASA还计划发射深海潜艇 深入木尾伊尔的海底 探索生命的迹象 你看这本书 重新发现太阳系的第二百 其实二页就有着详细的介绍 为了探索木尾伊尔的冰下海洋 我们可能需要在其冰窍之下 发射一个机器人潜艇探测机 让它可以在木尾伊尔冰下海洋的压力 温度和可能的栓性环境下整长工作 其实你很难想象 就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当中 就隐藏着另外一个异星世界 这有点像那种 我们的宇宙只是一颗漂浮在另一个更大的宇宙中的尘埃的感觉 很神奇 很不可思议 对不对 既然这样 那就跟我一起重新发现太阳系吧